我真的希望我能再掉一次头发 特别稀疏的那一种 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养发育发的一个过程的 口红可以不买 但这个瞒着老公也要买 我才洗了三袋就不敢再洗了 我已经开始后悔了 后悔没有早点有这个习惯 开始我以为是假的 没想到是真的 需要好几千吗 太贵了 需要三四百吗 太贵了 那几十总要的吧 是真的 如果这个价格你还嫌贵 赶紧划走吧 我们家这款洗发水 这一次价格低到不敢想 如果说你发凤宽 发际向高 每次洗头都掉一大把 你都可以用它 试过就知道了 你怎么还在用 像你现在头发已经很可以了 可以平直使用了 需要多久 半年 太久了 需要两三个月 太久了 那两三个星期总要的吧 真的不用 七天就七天 有脱发掉发问题的 如果你用了不满意 我们送的都有孕肺线 直接给我退回来 我就是敢这么说 如果轻微掉发呢 三天洗一次 如果是严重掉发 你就两天洗一次 你用过一次啊 就知道是不是真的好用 很多人啊 没有试过这个洗发水 就放弃了预防脱发 掉发呢 从开始的不严重 变成现在啊 一掉就是一大把 震头上地上 全是头发 梳头也不敢用力 洗头也不敢仔细洗 真的不要再脱了 每天用上一次啊 在家就可以防脱发 是熬夜脱发 还是压力打脱发 现在啊 点击头像 来我直播间 我来把使用方法告诉你 我才洗了三袋 就不敢再洗了 真的不敢再洗了 我已经开始后悔了 后悔没有早点 有这个习惯 开始我以为是假的 没想到是真的 如果你的头发比较少 风一吹啊 就显得特别稀疏的 每次洗头 就用这个洗发水 不要每天去用它 特别的猫 需要好几千 太贵了 那需要三四百 太贵了 那需要几十 是真的 有脱发问题 不用担心了 看到了这条视频 就算你们赶上了 把它拿回去 直接就这么一洗 你是压力大脱发 熬夜掉发 还是产后脱发 发极限后移 你就试试它好不好用 试了才知道 老师 我要这个洗发水 我朋友啊 最近压力大 这头发呀 一掉一大把 这头发扎起来呀 还没有一根手指粗 我看着都心疼 哎呦 不用买那么多 现在呀 你买一盒 我再送你一盒 不管你是三十四十 还是五十岁 头发少 或者正在经历头发少的 一定要试试 有掉发的朋友们 不要再去吃黑芝麻黑豆了 更不要去养发馆浪费钱了 它是专门针对 有脱发问题的人群研发的 如果你已经开始脱发了 或者你已经脱了很长时间了 都可以去试试它 赶快点击头像 进入直播间 来看一看